這是一個志工活動 所以我們要確保這個活動能夠確實的很安全 這麼完成 然後在我們這個下水之前 我記得我跟各位提到一個 一定要確實出手是潛判制度 那潛判制度就是 第一次就是說你在這條線上只有你兩個而已 你一定不能說自己就一直流過去 忽略潛判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一個是 就是說其實本來沒有說啦 顧線的人其實很重要 那顧線的這個人就是說 當然你可能是教練 你不是教練 但是你下水之後 下水之後 你要開始顧線的時候 你要先判斷一個是 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做 你這樣的水流這樣的浪可不可以做 坐十米的可能比較沒有潮電帶浪的關係的影響 那坐五米的時候 你可能線路上要左右掉 那底直可能就沒辦法做 那在這時候的時候 有一些人會暈倒 那你就可能 你去把它取消 你把它取消 的時候取消 上來沒有人會講 你說啊你為什麼把它取消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